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波洲的频道 那么呢 本周的收藏品呢 是户位之旅收藏 大家不要错过了 仅剩三天哦 抓紧时间 那么呢 这一套收藏品呢 真的是价值不菲 这期视频呢 就教给大家如何一个小时呢 就收集10套这样的每周收藏品 你将会学到收集一张卡牌呢 获得350的经验值 还有0.5根的金条 从你开始收集呢 到卖出去10套啊 总共可以获得2万的经验值 15根金条 还有650的美元 是不是很赚啊 不想错过这些好福利的话 大家就可以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第一时间呢 获取最新的 荒野WK二星上的攻略了 那么呢 咱们开始 左边这个地图呢 是国外最正统的收藏家的网站了 待会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啊 首先呢 你要站在这个收藏品旁边几分钟 让服务器保存你最后的位置啊 来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26801黄金 经验值呢 是4597 今天的每日任务呢 已收集的收藏品的状态呢 是六分之五 还差一个就完成的状态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点击快速加入 故事任务待命 然后呢 心中莫属两秒 一 二 拿起来 好了 接下来什么键都不要动 它会转到另外一个界面的 稍等一下 好 它已经转了 那么呢 接下来呢 它还会再转到另外一个界面呢 再稍等一下 好 就是现在打开菜单啊 设定网络设定断网啊 那么呢 每个平台的断网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你甚至可以把网信更有效率 对不对 接着呢 我们重新联网回到游戏 重新上线一下 当你重新上线了之后 你会发现啊 你的镜条多了0.5 现在是268.6环境 然后呢 每日任务的话 还是六分之五的状态 还差一个完成的状态 那么呢 经验值呢 是4947 比刚刚多了350 好的 我们又可以重复上述的操作了啊 又可以快速加入故事任务待命 然后数个两秒 一秒 两秒 然后再拿起来 然后再等待 再转平 再断网 再上线 然后再重新联网 这整个过程不会很长 大概两三分钟一次 而且断网重连的速度呢 比想象中的还要快 还是非常有效率的 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像我现在还连的是新加坡的节点 而不是港幅 如果我连的是港幅的话 可能效率还会更高 当然啦 我这边的网络情况呢 是新加坡比港幅还稳定 PC平台的话 你可以事先准备好网络适配器的那个窗口啊 要端完的时候呢 就直接切到网络适配器的窗口 然后右键禁用掉 然后再右键启用就好了 当你花了一个小时呢 去刷了30张 也就是刷了10套每周数产品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找那张女士卖掉 或者去邮局寄出都可以 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是老方法了啊 大家关注我频道的都知道 那么呢 如果你私信来这个频道的话 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啊 最新的 欢迎到白高二线上的攻略了 那么呢 最后呢 祝大家刷的愉快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